She's a Mona Lisa 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her She's a Mona Lisa 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her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Hi 大家好 我是May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呢又來到May的 懶人備餐小廚房 那今天要帶來的是 四道美味低糖質的蛋料理喔 那你們也知道May是一個 超級喜歡吃蛋的人 除了蛋還有優質的蛋白質以外呢 還有很豐富的營養 各種維生素啊還有軟鈴脂 對我們的大腦非常的健康 那老一輩的人可能會覺得 啊不能吃太多蛋 但是呢現在很多研究都指出說 其實高膽固醇跟吃蛋沒有太多的連結喔 人體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膽固醇 都是體內自行而成 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是透過飲食攝取而來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蛋 那今天的料理一樣是為了料理的新手 以及不想花太多時間的廚房懶人所設計的 每一道呢都是含有高蛋白質 很高的纖維色彩繽紛 而且是蔬食友善喔 如果你對這集的料理有興趣的話 就跟著我看下去吧 第一道美味蛋料理是 番茄酪梨起絲蛋捲 準備的食材有半顆酪梨 一顆番茄兩顆蛋起絲以及鹽胡椒 先將四分之一顆的洋蔥切丁 切碎不用太漂亮 那番茄的話半顆切碎 可以先去紙之後 切成條狀 再切丁 半顆鹿梨去核 蓄掉皮之後切片備用 蛋建議洗乾淨 在碗中打入 並加鹽胡椒打勻 配料都準備好囉 在平底鍋加入少許油 熱勾之後 先炒洋蔥跟番茄 以中火炒至上色 接著下大意 蓋鍋蓋等一到兩分鐘 燜熟 熟了之後 慢慢的捲成蛋捲狀 並擺上酪梨切片 灑上起絲 等著融化就可以囉 美味的酪梨番茄蛋捲完成 切開來看看 多層次的口感 身為酪梨愛好者 覺得非常的滿足又開心啊 第二道美味蛋料理食譜是南瓜九層塔豆腐乳酪蛋 準備的食材由 斑豆腐南瓜九層塔彩椒 兩顆蛋 低脂起絲片 蔥以及鹽胡椒 先將半顆的彩椒去紫切丁 九層塔洗淨之後去桿取葉 並切碎作為備用 半豆腐的話 打開 立掉水分 並切半 只需要一半就好囉 在碗中打入兩顆蛋 加入彩椒丁 豆腐 以及九層塔碎 加一點鹽胡椒 打勻 打粒的搓它 把它拌成一個 均勻的狀態 把我們的南瓜 刨成薄片狀 不用太漂亮 沒關係的 蔥切成蔥花即可 裂料都準備好囉 那在平底鍋 我們先將南瓜炒軟 接著倒入豆腐蛋液 稍微的拌炒一下 接著鋪平成一個圓餅狀 蓋上鍋蓋 稍微燜個幾分鐘 稍微熟了之後 加上低脂起司片 等至融化 打開 撒一點蔥花 在表面上 好 美味的南瓜酒 成塔豆腐蘆菇蛋 完成囉 是否有一點像披薩一樣啊 吃辣酒 一定要加一點塔巴斯科 蔬食友善的低糖質高蛋白料理 一人份超飽足 好喜歡南瓜 自然的甜味 下一道料理呢 下一道料理呢 是紅蘿蔔金針菇秋葵炒蛋 這一道超簡單準備的食材 兩顆蛋 秋葵 紅蘿蔔 金針菇 一點鹽胡椒 我會先把 紅蘿蔔刨成絲 也可以切成絲 金針菇去 蒂頭對切 滾水煮秋葵約兩到三分鐘 取出放涼 把蒂頭切掉之後 切片 在碗中打兩顆蛋 加入鹽胡椒 以及秋葵丁 秋葵的黏液 對我們的腸胃非常好哦 備料都好了 在平底鍋 我們先炒 紅蘿蔔絲 以及金針菇 炒至金黃上色 接著下秋葵蛋液 稍微等待一會再開始翻炒 顏色會比較漂亮哦 存至碗中完成 加上一點 Siracha sauce Oh my god 超好吃的蛋料理 可以當作早餐 也可以當作午餐的配菜哦 接下來是番茄木耳炒蛋 番茄炒蛋很多人都會做 但是我這一款是沒有加太白粉的健康版本哦 準備的食材 蛋 木耳 番茄 蔥 醬油 以及味醂 還有少許的水 先將大番茄 對切之後 我們需要有塊狀的 以及丁狀的 去營造多層次的口感 蔥花的話 我會分綠蔥以及蔥白 木耳去蒂頭 並切成條狀 在碗中打兩顆蛋 並加少許水 大概15-20cc打勻 在平底鍋 我們先把蛋液炒成半熟的狀態 就盛起 大約5-7分熟即可 在平底鍋先炒番茄丁 加入一匙的醬油 跟少許的味醂或者糖 燉煮 把我們的番茄丁燉軟 接著加入大的番茄塊 以及木耳切條 加入蔥花 蔥白的部分 拌一拌 最後加嫩蛋拌炒 起鍋 撒一點綠蔥花 在表面上 美味的番茄木耳炒 嫩蛋完成 完全沒有加太白粉 非常健康又好上手的步驟 配上小碗白飯 整個超大超滿足 嫩嫩的炒蛋 配上營養的番茄以及木耳 讓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來啊 謝謝 謝謝你的觀看 那希望這集的教學對你有所幫助 如果你希望看到更多料理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敲碗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